好 中國當局從2013年開始 著手全面實行不動產的統一登記 如今全面實行 關切也關切房地產稅是否即將開徵 我們請教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 就您觀察當局的政策 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可會遭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房價是否會再度下跌 這部分請教您看法 其實這個不動產登記制度 也不是起始於今天 就像剛剛提到的 他已經準備了差不多10年 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了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事實上也不是沒有做什麼事情 譬如他原本一開始就有一個 所謂的不動產登記的暫行條例 透過這個條例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也訂出了施行細則 也建立了資訊平台 就陸陸續續在 雖然進度不快 但是陸陸續續就有關 不動產登記的做法 事實上一直在上路 那對民眾來講 大概也已經有一個預期心理 這個事情是遲早會發生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一般的看法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不動產登記制度 它比較是一個我們所謂的基礎改革 或是基礎架構的建制 好那是不是會馬上就連動到所謂的地產税 現在普遍的看法是可能現在這個時間點 一來是不適宜 二來可能還太早 所以你作為一個對於中國政府來講 他去建立一個小的公共財政的基礎 或者是甚至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將來課稅的基礎那是有可能的 那事實上的目的也是這樣子 但是在短期間之內 就是以中國房地產市場 現在這麼低迷的狀況來看 那大概有幾乎百分之百的可能性 是不會在短期裡面 就根據這個制度去實施地產税的 那我們可以這樣說 就這個東西當然從單純市場的角度來講 是一個可能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你現在想幹什麼呢 是不是準備對我課税 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 跟其他西方經濟最大的不一樣 就他們的私有制不是那麼的完整落實 那西方經濟繁榮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 就是財產的私有制 那中國當然很難做到 這個完全的財產私有制 但是透過這樣的土地登記制度 它就可以類似到一個 準私有制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對自己的房地產的擁有權 或者是大家相對之間的 房地產的定義相對明確的 所以無論將來是要在土地上面 去做任何的建制財產的交易等等 都會比較接近市場經濟 那對整個長期經濟的活動來講 這個狀態是一個相對正面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過去中國經濟很大的問題就是貪腐 貪腐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這個房地產 那即使不能貪腐好了 這個地方政府有很多的這個稅收的來源 是透過這個二炒房地產來的 所以使得整個地方政府的財政很不健全 那也使得整個長期它能夠可持續性發展的機會就降低了 那以中國現在的房地產市場來看 當然這個我們可以這麼說 無論現在房地產的這個情況怎麼樣 這個所謂的房地產登記制度 或土地登記制度一定要上路的 那中國的這個房地產市場 現在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 我們看到了 無論就這個開工數 就市場的交易面 看起來都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那你可以想像 像過去這種透過房地產交易 來驅動經濟成長的這樣的可能性 在現在是不存在的 我們可以簡單這樣講 就是蓋房子的不敢蓋了 買房子的不敢買了 所以就是在供給端跟需求端 都處於一個非常疲弱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 甚至這個價格在降低 事實上是還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事情